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好 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看一些无名诗人的系列 今天会看的是诗篇第96篇 虽然是属于无名诗人的系列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继续看无名诗人的系列 大家会看诗篇第96篇 既然是无名诗人的系列 诗人的身份未被 确认 但因为这首诗篇第96篇的内容 我们可以把这首诗篇 亦可以归类为一首叫Enthroman song 一首王座之诗 再次邀请大家 无论是 看电脑的 显示屏 手机的荧幕 或者读你的圣经 都 邀请大家 回到 诗篇第96篇 共有 13节的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读 找到了我们一起读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清重他的名 天天 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 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歧视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臣之上 当受敬畏 外邦的神 都属虚无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有 有能力 与华美 在他胜所 民众的满足 你们要将荣耀 能力 归给耶和华 都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 所当得的荣耀 归给他 当 拿公物来进入他的怨语 当以圣洁的装饰 敬拜耶和华 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 人在列邦中要说 耶和华作王 世界 就坚定 不得动摇 他要按公平 审判中文 愿天欢喜 愿地 快乐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 哪时 临终的树木 都要在耶和华面前 欢呼 因为他来了 他来要审判全地 他要按公义 审判全 世界 按他的信实 审判万民 当我之前读诗诗篇第96篇 读完之后 感觉到 好像是 似曾相识 好像是哪里读过 其实当我 查阅之后 发觉到原来 出现了在历代 至上的第16章 甚至在历代至上的第16章 不止 包括了 第96篇 其实你都可以找到 诗篇的105篇 和106篇 部分的内容 当然这三首的诗篇 我的意思是 诗篇的第96篇 105篇 和106篇 诗篇 私人的身份 都是未能 确定的 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的 我就把这个图表列给大家 历代至上第16章 第8节 到第22节 就是诗篇的105篇 第1节到第15节 而是 16章第23节 到第33节 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 诗篇的第96篇 而历代至上第16章 第34节 到第36节 就是诗篇的106篇的第1节 然后是47 到48 很自然我就会问 哪个是 写 历代至上第16章 所记载的那一首 诗歌 请我们看历代至上 第16章 我们先看第1节 第4节 以及第7节 第2一节 众人将神的约跪 请进来 安放在大位所踏的 像幕里 就在神面前 献烦祭 和平安祭 第4节 大位派几个利美人 在耶和华 约跪前 侍奉 纵阳 清謝 赞美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第7节 那日 大位 初次借 阿撒和他 弟兄 以诗歌 清诵 耶和华 所以历代至上 第16章 第8节 照36节 是一首 完整的诗歌 大位 将这个约跪 摺回来 放在这个 神的帐篷里面 献祭之后 无论是 即兴 或者是已经 写好为那一日要使用的 诗歌 都是我自己 倾向 预祖 写好的 而在那一日 首次 首次 使用 歌唱 清诵神 当然 大位 和阿撒 合作 创作的这首 诗歌 用作 清诵 耶和华 今天我就不会讲 一些 有关 版权的问题 虽然 提到 用到 一些 已经 有的 经文 但是我真的说 那时候的 古以色列 绝对没有这个版权的观念 所以我们不可以 将我们现今的 一些做法 或者我们的规矩 吐入了 在过去的文化背景里面 所以我们主要今天 看诗篇第96篇 这首诗篇 既然是属于《无名诗人》的系列 诗篇的身份 是未被确定 不止是未被确定 这首诗篇 也没有个标题 所以我们连 背景 当时的背景 我们都不知道 诗篇是谁 我们不知道 当然 有可能 是大卫 或者是阿萨 也有可能 是其他人 也 不可以确定 最少不可以确定 诗篇的第96篇 那个背景 有人相信 回归之后 诗篇的第96篇 是用作 欠第2个电 使用的 如果这是个事实 诗篇的第96篇的一个创作人 或者诗人 就一定 不会是大卫 或者是阿萨 而在诗篇第96篇 在这个 慶典的其中 诗人 四个的命令 或者是指示 或者我们首先看这个第1节 到第3节 慶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清重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 述说他的荣耀 在曼文中 述说他的歧视 虽然我未必有足够的理由 相信 当时的一个背景 是献祭 是献典 但是最少 我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敬拜聚会 特别提到 唱新歌 除了在 今天我们看这个诗篇第96篇的第1节之外 诗篇其实还有 5个地方 5次提到 唱新歌 什么叫唱新歌呢 当然 不只是唱一首全新 从未唱过的一首歌 但是 唱新歌 暗示一下对神 有新的 体会 对于这个诗篇第96篇的诗人 他对神的拯救 有新的 体会 各位姐姐妹 不知道你 近期 对神有没有什么新的体会 你对神 对他的形式 有什么增加 所以 诗人不只是 呼吁到他的回众 要唱新歌 他都 呼吁他们 其实是 天天 全阳 他的救恩 所以各位姐姐妹 歌颂 和全阳 Praise and Proclamation 两个 其实是不可以分割的 各位姐姐妹 这三节的经文 其实也都 教导我们 敬拜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Praise and Proclamation 歌颂与全阳 两样都要做的 不可以只做其一 所以在第一个的命令 就是 恩神 拯救 歌唱 第1节 至于第3节 第4节 至于第6节 他说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臣之上 当受敬畏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 唯独耶和华 创造诸天 有 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有能力与华美 在他胜所 有能力与华美 这边看到的是 神是伟大的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私人 更领悟到 我们向神的赞美 跟他的伟大 应该是相秤的 意思是我们 越是 体会到 神的伟大 我们就应该是越是大大的赞美神 各位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 神是伟大的 但是对于你 神是不是真的 那么伟大呢 神对于你 是不是 伟大 可以 其实从你的赞美 可以看得到出来的 所以 第2个命令 第4节 到第6节 就是因神 伟大 顶着我们让我们 赞美神 第7节 到第9节 文中的百万族 文中的百万族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都归给耶和华 第8节 要将耶和华的名 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共勿来进入他的言语 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 在 这两只经文 这两只经文 户合本 也有一个字 其实出现了几次 一个字就是 吸 吸 特别在第8节 要将耶和华的名 当得的荣耀 吸他 然后第9节 当以圣洁的荣色 敬拜 耶和华 传地要在他面前 战斗 当得的 什么叫当得 是佩德 这里 诗人 给了我们第3个 命令 第7节 第9节 恩神 佩德 让我们 敬拜神 敬拜神 在第10 照第13节 第10节 人在列邦中要说 耶和华作王 世界 就 坚定 不得动摇 他要按公平 审判中文 所以为什么说这首诗篇 第96篇 是一首的Ensthromment Psalm 王座之先 这首诗篇 再一次提到 耶和华 作王 耶和作王 甚至是耶和华 座着为王 第11节开始 愿天欢喜 愿地 快乐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田和其中所有的 都 欢乐 那时 临终的树木 都要在耶和华面前 欢呼 我相信大家 不是很难看得到 一种 喜喜羊羊的 那种的感觉 为什么呢 这里讲到 是 那时 究竟那时又是何时呢 第13节 因为他来了 他来要审判全地 他要按公义 审判世界 按他的 信实 审判 万民 私人相信 当 王来审判的时候 他们可以 欢喜快乐 为什么呢 面对将来的审判 竟然可以 欢喜快乐 因为他知道 亦都相信 王是公义的王 王是 信实的王 一个无罪的人 最少是一个被称为 为义 被称为无罪的人 他在公义的审判官面前 可以 不需要懼怕 他会知道 他会得到 申冤 他可以知道的 他可以 起落 所以最后 一个的命令 就是 因王 要来 起落 在第10节 到第 13节 所以再次希望大家 我们能够 尽情地在我们向神的敬拜里面 我们因为 神的拯救 让我们向祂歌唱 因为神的伟大 我们赞美祂 我们因神是佩德的 让我们敬拜祂 因为我们的王 将要来来 让我们 欢喜快乐 愿神赐福给大家 是 明天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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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